亲爹和继母亲吞了爷爷的遗产 只留给我一间破草屋 我喜极而泣 还有这种好事 只因合同签订的当场 我看见天空闪过几行大字 这是有求必应屋 快 抱紧这破房子的大腿 啊不 抱紧地基 女主要啥有啥的起飞人生开始了 一 于乐乐 你不要不识好歹 分给你房子 已经是我们人之一尽 至于旁的 你就不要肖想了 跟你那个狐狸精的妈妈一模一样 仗着长了一张狐媚的脸蛋 贪得无厌 我冷眼看着面前尖刻的女人 名义上的继母不屑地笑了 需要我提醒你吗 你才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不过你连狐狸精这个称号都配不上 毕竟狐狸精起码是美燕无双的 你这样的 顶多叫楚人多作怪 我爸叫鱼有成 但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 就是为了少奋斗三十年 抛弃了我妈 入坠了白家 说实话 我是佩服他的 好好的人不当 非要去当别人家的狗 为了讨好继母白蝶 甚至主动提出 将自己的性改于为白 我妈生病去世的时候 她甚至没来看一眼 更不可能管我以后如何生活 还是爷爷看不过眼 将我接回老家 独自抚养长大 你怎么跟白阿姨说话呢 这是我那特别有出息的亲爹 白有成同志 妈 我替你教训她 这是我那蹲位250的妓妹 白哥 白哥说着就要上前扇我的耳光 我根本没正眼看她 轻轻一侧身 脚下一半 白哥立刻哎呀尖叫着摔个狗吃屎 周围看热闹的人群 立刻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白蝶心疼的将她从地上拉起来 声色俱力的冲我吼道 你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臭丫头 我动动手指就能让你消失在世界上 实相的 签了合同 安心住你的茅草屋 我挑起嘴角冷笑道 你觉得我能答应吗 我刚想继续说什么 突然茅草屋上空 飘过密密麻麻的字 这是有求必应屋 快 抱紧这破房子的大腿 啊不 抱紧地基 女主要啥有啥的起飞人生开始了 我眯眼 只用了一秒钟 就面不改色地继续道 我还真能答应 白家三人组 啊 虽然有点小尴尬 但是听人劝 吃饱饭 我火速将破草屋滑拉到自己名下 忍不住笑出了一口大白牙 白哥气恨我让他当众出丑 趁我不注意 将我的书包和衣服 都扔进了一旁的盒里 一脸得意地说道 你现在怕是连买衣服的钱都没有吧 我看你开学怎么去学校 退学捡垃圾吧 我跟白哥是一个学校的 都是高三 他一直嫉妒我成绩比他好 四次考试名列前茅 眼见我无人撑腰 恨不得一下子将我踩进你里 白家见人组大笑着离开 围观的人群也散去了 我走进他里小半的茅草屋 半信半疑的自言自语 就这破房子 突然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你礼貌吗 叫谁破房子呢 要叫我法力无边 率榨九天 人美心善的有求毕屋大人 我 一定要叫这么长的名字吗 我点点头 好的破房子 三 在一番亲切友好的威胁下 破房子委委屈屈地 给我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功能 想要任何东西 只需要在脑海中告诉他 这样东西立刻就会出现在茅草屋里 钱 食物 衣服 物品 甚至动物都可以 我将信将疑 就这么简单 破房子洋洋得意 还不止如此 我还能让你无痛学习新技能 见我满脸问号 破房子索性表示 要给我当场秀一下 你以后想做什么工作 我毫不迟疑 医生 破房子当即 安排 突然之间 一股奇怪的暖流 在我的脑海中回旋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源源不断地注入 很短的时间过后 暖流消失了 我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脑海中 凭空出现了完整的医学理论 与实践知识 甚至覆盖了中医 吸一全体系 破房子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过这个功能有个小缺点哈 我瞬间提心吊胆 该不会有什么 折损寿命的副作用吧 破房子继续遗憾道 你每天只能学习一个新技能 哎 太可惜了 我 您对可惜有什么误解 这么逆天的功能 你还想一天学一百个 一碗小米粥 他给我整一碗小米炖聊餐 我让他给我变张百元大钞 他给我整出一块 搭搭种的金砖 我让他给我变件校服 他给我搞离衣柜 当计最新高定限量款 有点理解能力 但是不多 最后我终于忍无可忍 提着一个鳄鱼皮的爱马仕 不禁包吼道 这啥 这啥 我让你变了书包 你变的这是啥 破房子阵阵有词 且言简意该 抱 我气急返校 你让我拎着这个包去上学 破房子瞬间dead了 咚 随着一道金光闪过 一只展开双翼可达两米的金雕 威风凛凛地落在了我的面前 破房子洋洋得意 你不是闲拎包臣吗 你可以带着他上学 让他帮你拎包 完美 且不用谢 我 我气若犹斯 你阅读理解做得真好 最终 在金雕的麦蒙歪头沙中 我还是拜下阵来 留下了它 并且取名金灿灿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在进行沉浸式装修 破草屋变成了古色古香的四合院 里面是全套的金丝楠木家具 杂草丛生的院子 摇身一变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个不缺 同时 我还学习了倒数阵法 近身搏击等新技能 毕竟我不信 白家见人组会善罢甘休 总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更何况 不会真的有人相信 做了坏事 不会被报复吧 我又不是圣母白莲花 正当我把房子收拾妥当时 院子外面浩浩荡荡来临群人 五 咱们是不是找错了呀 白总明明说 旁边是个破草屋的 这边上可是一间一看 就价值不菲的四合院 算了算了 别管那么多了 后面一堆明星等着呢 都是惹不起的主 我皱眉 白总 白蝶又搞什么鬼 破草屋贴心地 调出了房子外面的隐蔽监控 只见两个贼眉鼠眼的中年男人 一个小胡子 一个八字眉 正在外面探头探脑 通过他们的对话 我终于搞明白 事情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 白蝶名下的小公司 好不容易 棒上了娱乐圈榜首的巨头公司 乐川集团 两家公司合作在拍摄 一档全程直播的真人秀节目 请了一堆圈内当红明星 节目内容就是反扑归真 回归田园 让明星们亲自动手体验生活 白蝶故意将破草屋 隔壁的院子买下来 让节目组将拍摄地点选在了这里 又安排了两个心腹过来 目的就是趁机将我打晕 放到影帝落川的房间 搞一出自荐整袭的恶臭戏码 同时在全国人民面前直播抹黑我 以此将我逼上绝路 我嘴角抽搐 墙都不服就服你 真你马狠啊 不过也给了我机会 省得我上门找你们算账了 六 当天下午 节目就开播了 不愧是当红明星阵容 收视率相当可观 出乎意料的是 洛川和另一个男演员邓磊 还有心情小花王韵蓉 很快敲响了我的院门 您好 有人在家吗 我们是隔壁的邻居 过来打个招呼 我扫了一眼监控 后面跟着摄像机呢 而且我不认为 白蝶有实力收买这几个人 所以暂时将他们 划在了飞敌阵营 我懒洋洋道 请进 几个人鱼贯而入 摄影师也跟了进来 取释人太多的缘故 金灿灿有些不爽的 扑上了几下翅膀 尖利的爪子来回摩擦 几个大明星哪儿 近距离见过金雕 又没有拴绳子 顿时将在原地不敢动弹 生怕金灿灿 现场表演一个金雕捕猎 我远远地坐在屋檐下喝茶 金灿灿 不可以没礼貌 让客人进来 顿时直播弹幕炸了 这啥玩意儿 金雕 该不会是节目组安排的吧 我看不像 碰巧赶上个不俗的邻居吧 只有我注意到 这个邻居小姐姐 长得好美了吗 哈哈 美则美矣 但是感觉好搞笑 给金雕起名 金灿灿也是赢了 等等 你们有没有发现 莫川他们在院子里走了好久 还没走进去 卧槽 鸡皮疙瘩起来了 鬼打墙 我一拍脑门 忘了这茬了 之前为了安全起见 我在院子里设了个阵法 防狗防盗防白蝶 洛川他们应该是被阵法挡在了外面 想到这里 我赶紧起身迎了出去 站那别动 我去接你们 洛川三人加上摄影师 还真就乖乖站在了原地 我静止走出去 将几个人带了进来 邓磊性子活脱一点 自来熟地问道 邻居 这啥情况 鬼打墙吗 我发了个白眼 就是普通的石头阵法而已 大白天哪来的鬼打墙 邓磊目瞪口呆 我的好邻居是大师 气 我轻飘飘地丢了一句 别借 我可不是好邻居 何况我跟你们节目组有仇 别瞎套近乎 有事说事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王韵蓉眼中燃起了熊熊的八卦之火 你等我搬个凳子做前排 我 面对众人求知欲旺盛的眼神 我只好无力地解释道 合作打造你们节目的那个小娱乐公司 不是白家的吗 白蝶是我继母 不共戴天的那种 洛川疑惑不解 白蝶是谁 有名还是有事 我好像没有听说过 邓磊无力解释道 就是求爷爷告奶奶 上赶着和乐川集团 合作那个小破公司的总裁 上次他闺女还当众向你告白 结果你没忍住优了那个 我差点笑出声 白蝶自以为继身上流社会 并以此为傲 没想到还真没人拿他当盘菜 我不予多说什么 任由众人和弹幕疯狂脑补 还是洛川最后想起了正经事 对了 怎么称呼 余乐乐 余小姐 请问您家有牛或者罗子一类 可以运输重物的洞吗 因为节目组有要求 我们在节目直播期间不能开车 所以想借用一下 搬运一些物品 我还没说话 金灿灿就不满地叫了起来 洛川噎了一下 补充 金雕除外 我皱眉 那哪有啊 我刚想表达让他们出门左转不送的意思 就听见后院传来一声 极有精神的马的四名声 洛川似乎对马颇有研究 闻声就是眼前一亮 好马 半少没有听到我说话 洛川疑惑地望向我 殊不知 我正在脑海里和破房子疯狂 搭头 破房子 我没说让你变马出来啊 破房子理直气壮 破房子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好吧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我 爸 破于无奈 我只得带着众人去后院找代步工具 万万没想到 一进后院 众人情不自禁发出一声惊叹 哇哦 我也情不自禁发出一声惊骂 卧槽 后院不仅有一匹极其精神的骏马 旁边还并排停着三辆豪华超级跑车 红色 黄色 绿色段整齐 我情不自禁的无脸 这辆瞎狗眼的红绿灯配色 洛川的注意力依然在骏马上 这是汉鞋宝马吧 我拒绝回答 拒绝面对着崩坏的人生 弹幕疯狂刷屏 我没看错吧 国宝级的汉鞋宝马都有 这这这 这邻居什么来头 不是说白蝶是他继母 可能家庭条件比较好 你可拉倒吧 白蝶家底可置办不起这套四合院 对呀 刚才小姐姐还说他们有仇 肯定跟白蝶没关系 大家停一停 我有第一手消息 绝对回三关 可就在众人巧手以待第一手八卦的时候 院子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不好了 导演心脏病犯了 快叫救护车 众人面色一变 这里地处偏僻 心脏病又是极其凶险的疾病 若是严重 哪里等得到救护车来 众人瞬间一筹莫展 就 一片混乱中 我跟着洛川他们一起赶到了现场 这位导演资历很老了 而且本身家庭背景雄厚 此时发病 众人都犯了难 只见人群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 老导演双目紧闭 眼看只有出气 没有进气了 我无语道 很好 就是这样 我建议你们再围紧一点 这样马上就可以把他挤到奈何桥上去了 瞬间 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我的身上 白蝶派来的那两个心腹 不放过任何一个奚落我的机会 其中那个小胡子嘲讽道 哪来的穷丫头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哪有你说话的范 洛川 邓磊等人嘴角抽搐 这位对穷有什么误解 我并未回答 视若无睹地走到导演身旁 伸手耗麦 直播间弹幕开始刷屏 不是吧 感觉这个小姐姐确实有点添乱 对呀 还耗麦 以为拍电影的吗 肯定是抓住机会想出名 你们看 导演好像不行了 确实 只不过是说话间的功夫 导演几乎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我一皱眉 脱不得了 我伸手掏出随身携带的金针消毒之后 抬手就对着老导演的穴道扎去 现场和直播间瞬间一片混乱 卧槽 这位也太勇了吧 这不是胡闹吗 报警 把他抓起来 等一下 我是学医的 我觉得小姐姐不是乱扎的 我心无旁骛 转瞬之间已经下了十二根针 就差最后一根针了 成败在此一举 我深吸一口气 粘着最后一根针 扎入导演的穴道之中 深深的呼了一口气 洛川递给我一张纸巾 好心道 猜猜汗吧 众人这才发现 不知什么时候 我已经满头大汗了 这套中医学上 失传已久的十三针 是我从有求必应物继承而来 使用起来确实耗费精力 但是若能救人一命 也值了 直播间还在各种花式嘲讽 导演似乎也没好啊 不会给扎死了吧 笑死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结果然病乱 现场气氛也十分凝重 白蝶的心腹还在蝶蝶不休 报警 把他抓起来 这可是人命官司 现场一片寂静 原本躺在地上的导演 在几声轻壳之后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我还没死吗 我漫不经心地瞥了他一眼 这次还没 但如果你继续爱生气 爱激动 夜宵烧烤佩小九 下次估计就冤枉成真了 导演的助理重眉 你怎么说话 话还没说完 就被导演挥手打断 不得对救命恩人无礼 大师您说的都对 请问可有什么调养的方法 众目睽睽之下 我沉吟扮上 抬手给对方开了一张方子 每晚服用一次 切记情绪有大的波动 导演恭恭敬敬地接过来 请问大师出手一次 需要多少治疗费 我这就开支票给您 我心思一动 虽然我不缺钱 有求必应 可以源源不断变出钱给我花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 说得通的收入来源 这是个机会 想到此 我伸出五根手指 五 导演秒懂 助理 马上给大师开一张五十万的支票 我 我刚才想说五百来的 说话间 我见导演面旁 一席有些眼熟 还没来得及仔细回忆 变故突发 金雕和汉鞋宝马 在不远处开始躁动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十 我皱眉走过去 怎么了 金灿灿 赤果果 在场两条腿的 和四条腿的都沉默了 洛川这个爱马人士忍无可忍 他好歹是一匹汉鞋宝马 我疑惑不解道 So 我也没说他是驴啊 洛川 能不能给他起个正常名字 洛川说完 却没等到我的回答 疑惑地望向我 我一边安抚着金灿灿和赤果果 一边嘴里发出奇怪的音节 弹幕又激动了 我怎么感觉小姐姐在和他们交流 对啊 真的假的 太神了吧 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我却无暇理会 面色凝重地思索着 两久 我深吸一口气 赶紧撤离 疏散村民 马上要地震了 所有人远离建筑物 十一 现场众人分成两波 一波觉得人命关天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另一波则觉得 离离缘上谱 最后 还是老导演和洛川力排众议 让众人听从我的吩咐 村民一一被疏散 几个不入流的小明星 站在外面阴阳怪气 不会真的有人以为 会治病就能火吧 这不纯纯蹭热度吗 我懒得理会 正在跟着直播间一起吃瓜 至于吃瓜对象吗 当然是我自己了 楼上刚才那个低手八卦的呢 出来 不用出来了 已经上热搜了 大家自行一步吧 我眯起眼睛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我已经被黑上了热搜守卫 白蝶买了一堆水军 捏造了一篇生类俱下的帖子 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心机深重 野心极大 不懂感恩的形象 他在帖子中绘声绘色地描述道 于乐乐的母亲 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于乐乐从小家里没什么钱 全靠他这个继母补贴 于乐乐不但不知道感恩 还处处伤他的心 于乐乐成绩极差 在学校还横行霸道 破房子看得津津有味 哎呦真精彩 看得我都想抽你一个大尔瓜子了 我 你真的不是因为我叫你破房子 所以企图公报私仇吗 直播间也议论纷纷 亏我刚才还差点被于乐乐圈粉 路转黑 可是你们不觉得 白蝶说的有些牵强吗 对呀 楼上带脑子吃瓜 于乐乐刚才那首医术有目共睹 光靠给别人看病 他也不可能很穷啊 何况他家那个四合院 有钱都买不来 还有金雕和汉鞋宝马 人家于乐乐都市当宠物养的好罚 众说纷纭中 地面突然剧烈的一颤 现场瞬间鸦雀无声 更强烈的震动袭来 终于有人反应过来了 真的地震了 啊啊啊 大家快聚集在宽阔的地方 刚才那几个不入流的小明星 此时花容失色的尖叫 我无奈佛 好吵 震敢来得快 去得也快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 终于有人后知后觉地看向了我 邓雷小心翼翼地问我 大师 你怎么知道有地震的 我随口敷衍 做梦梦道道道 众人沉默 两久 邓雷无语道 我好歹也是娱乐圈小奶狗 不值得你认真敷衍我一下吗 12 虽然我从未承认过大师的身份 但众人已经单方面给我扣上了大师之名 直播间试图从各种科学角度 来分析石头阵法另类宠物 及其交流医术地震预测 结果都是解释不通 最后大家自暴自弃 强行安慰自己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白蝶派来的小胡子 还在物质挣扎努力中 这都是他的手段而已 网上说的可不是空穴来风 你们嗯 什么东西 对方说着说着一无嘴 似乎被什么东西噎住了 众人第一反应就是看向我 我一脸无辜的眨眨眼 别看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喂 你怎么了 小胡子满头大汗 想也不想地回答 没事 就是瞎话说多了而已 我 众人 13 小胡子似乎也意识到了 自己说了什么 赶紧一无嘴 可为时已晚 他仿佛不受控制一般开口道 都是白总让我找的水君 说要在网上搞臭你的名声 那些帖子是白有成编的 主意是白歌出的 我愣了愣 在脑海中问道 破房子 你弄的 破房子冷笑道 听说过真话玩吗 我看他挺能说的 刚才为了他一个 现在他只能说真话 不然就会生不如死 要不要让他把白蝶那个恶臭直播阴谋也说出来 我略意思索 别呀 那多没意思 这种名场面 必须让白蝶亲自参与才行 一片混乱中 谣言不攻自破 一时间 白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但是 还不够 14 直播真人秀还在继续拍摄 目测还需要一个月才能结束 而我则准备回学校参加开学模拟考试 全省模拟高考 也算是一次大考 破房子依依不舍 你啥时回来 我一边收拾行李 一边防止金灿灿捣乱 考试就两天 然后我准备申请回家复习 学校一向给成绩好的学生很大特权 何况离高考没多久了 相信会同意我回家复习的要求的 想着给我带特产 我无虞 你一个房子要哪门子特产 拿地鸡吃吗 我拎着东西走出院子 正好撞上洛川他们 邓美好奇道 大师 你拿着行李要去哪 回学校参加模拟考试 高考前最后一次了 洛川一脸震惊 大师也要高考 王韵荣更是震惊 重点难道不是大师 刚到参加高考的年纪 突然觉得大师接地气了呢 我 十五 在被众明星强行加了微信好友之后 我终于成功踏上了返校的征程 并且很快到达了学校 唯一的小意外就是 金灿灿 你不可以跟我来学校 把包给我 不许瞄准那个秃头拉屎 那是教导主任 此时的我 只想赶紧考完试 然后带着金灿灿离开 因为不过短短半小时 他已经在学校引起了轰动 哇哦 真的是活得惊叼 好帅 居然还会拎包 乐乐同学 我可以摸摸吗 在一片善意的赞叹中 也夹杂着一声犬吠 哟 这不是余乐乐吗 你还有脸来学校 白哥带着一群跟包 走到我面前 略带极恨地打量着 我身上的当季最新款高定衣服 当然 还有拎在金灿灿爪子上的 鳄鱼皮搏金包 其实他不是买不起 而是很少有大牌衣服 有他的尺码 他愤愤不平道 你哪来的钱买这些 该不是来路不正的脏钱吧 我嘲讽地挑起嘴角 听说过一句话吗 你对我的百般注解和食毒 并不构成万分之一的我 却是一览无疑的你 白哥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直到人群爆发出一阵大笑之后 他才仗红了脸 你敢讽刺我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厉害 你们都给我上 撕烂他的嘴 随着白哥一声令下 一群小跟班猛地冲向了我 我面不改色地站在原地 伸手架住冲得最快的跟班的胳膊 对方动弹不得 我用他作为支点 腾越而起 双脚不轻不重地 在每个人胸口踹了一下 等我在落地的时候 周围已经倒立一圈人 只剩下白哥和支点哥还站着 我冷冷地瞟一眼支点哥 对方猛地一哆嗦 瑟瑟发抖 且很惊议地原地缓缓倒下 大侠 我自己来 不劳您动手 是另外的价钱 我看向白哥 你怎么着 道歉还是跟他们一起躺下 白哥虽然害怕 却不想丢了面子 瑟莉内忍道 学学学学校禁止斗殴 我差点笑出声 可还没等我说话 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 那你岂不是知法犯法 毕竟是你挑衅在先的吧 我扭头看向声音来源 只见校长一脸严肃地走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我脱口而出 校长 导演 十六 老导演自来数地过来拍拍我 大师 又见面了 你开的方子太管用了 这刚几天 我就觉得浑身舒坦了不少 我望向校长和老导演 笑似的面容 终于明白 为什么之前会觉得导演 有些面熟了 原来老导演是校长的父亲 校长扭头望向我 和善又真诚地开口道 娱乐乐同学 多谢你了 救了我父亲一命 还帮他调理身体 话音未落 白哥挤上前来 对着老导演谄媚道 老爷子 您最近还好 我妈可惦记您了 说着 还挑衅一般地看向我 就在他的一脸期待中 老导演不负众望地开口 你是谁 你妈又是谁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白哥恶狠瞪了我一眼 又小心翼翼道 我妈妈是白蝶呀 之前 老导演一脸恍然大悟 就之前那个哭着喊着 要跟乐川合作的小娱乐公司 则 这两天热搜里可都是你们家的黑料 你们可长点心吧 不然合作取消 说完 不理会成为全场笑点的白哥 亲切地扯着我走了 十七 随后的几天 学校里流传着 关于我五花八门的传说 什么我能掐会算 武功盖世 神医转世都冒出来了 至于我本人 则是专心考试 不出意外地 再次拿下全校第一 但我并没有很高兴 因为我在脑海中 尝试联系有求并屋的时候 没有丝毫反应 一种不安的感觉笼罩了我 我迫不及待地申请了 自行在家复习 校长一口答应下来 我没有耽搁 火速赶回了家 当然 顺手给破房子 带了学校特产的桂花糕 刚刚走到院子门口 我就看见洛川他们 聚集在我的院子外面 低声议论着什么 我走到门口问道 干嘛呢你们 话因为洛 我就看到了院子里的情形 我花了大力气 收拾的平台楼阁 此时残破不堪 原本焕然一新的 有求必应屋 被砸塌了半间房子 只剩下一面墙壁 摇摇欲坠的支撑着 满地狼藉之中 赤果果躺在地上 眼泪直躺 胸口一个深可见骨的大口子 赤果果硬撑着望向我 眼里都是不甘 邓雷解释着什么 我们刚才都去那边的 山上录节目了 回来就这个样子了 不知道谁这么可恶 我握紧双手 呵 还能是谁 一种从未有过的怒火 豁然传遍全身 我静止走到赤果果身旁 拿出金针与绷带 帮他止血 好在还有一束 我还能救他的命 那有求必应屋呢 他还在不在 为什么无论我怎么呼唤 他都没有回应 十八 抢救了赤果果 我将看热闹的几个人 都赶了出去 独自一个人 走进有求必应屋 再次尝试呼唤他 依然没有回应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靠在金灿灿身上 将脸埋在他 暖融融的羽毛里 桂花膏散落在一旁 两久一滴眼泪划过 有求必应屋出现以后 给我带来了 久违的温情与欢乐 可最终却是我害了他 突然 一只手摸上我的脑袋 我条件反射 顺势一个过肩摔 只听嗨呀一声 一个男人 被狠狠摔在了地上 我愣住了 这个声音那么耳熟 又欠揍呢 我都被砸了 你不一哭二闹三上吊 就算了 还偷袭我 我愣住了几秒钟 看着眼前眉目如画 虽是初次见面 却无比熟悉的男人 两久 我笑了 还以为你被砸死了 联系你也不回应 破房子洋洋得意 太小看我了 趁机给自己搞了个升级 现在你要叫我法力无边 率榨九天 人美心善的 有求必应屋大人二 零版本 我 还能再长一点吗 在有求必应屋 委屈巴巴的告状中 我搞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 白哥在学校受了委屈 打电话给白蝶告状 白蝶薪酬就恨加起来 趁无人之际 带人砸了我的房子出气 不过看情形 他并不知道 有求必应屋的秘密 只是单纯为了出气 以及给我添堵 破房子洋洋得意 对着我邀功 我有录下他们的犯罪证据哦 一个计划 逐渐在我脑海中成行 搞事情是吗 谁不会呢 十九 我给白蝶打了电话 告诉他 我知道一切都是他干的 并且手头有证据 我狮子大开口 要求五百万的赔偿 否则就把证据公之于众 白蝶以为我是欺疯了 也穷疯了 假意答应下来 让我给他几天时间筹款 我一口答应 第三天的晚上 几个鬼鬼祟祟的黑影 潜入了我的房中 动作快点 一会儿安眠要劲过了 把这臭丫头 扔到隔壁洛川房里 洛川粉丝多 一人一口唾沫 就能淹死他 你们这么一群废物 别废话了 赶紧的 一行人吭哧吭哧 排着一个被子卷 潜入了洛川房里 放在了床上 二时 两个小时过去了 喧哗声顿起 白蝶带着一群人 扛着长枪短炮 浩浩荡荡来现场直播了 一进门 灯光照亮 白蝶十分入戏的开始控诉 大家看看 别被娱乐乐骗了 我早就说过 他和他那个狐狸精的妈妈一样 看看 这就开始勾引引地洛川了 白友诚则是一份甜音的唾气 小小年纪 居然还学会爬床了 不要脸 在声声控诉中 床上的被子卷缓缓地动了 紧接着 一个梁思思的声音传来 哦 不要脸 这三个字 也轮得到你们说别人 白蝶一愣 卧地转身 只见院外站着一群人 以老导演和洛川为首 旁边架着正在直播的摄像机 至于我 尽职尽责地在一旁打酱油和吃瓜 白蝶紧紧盯着我 像见了鬼一样 不可能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明明应该在 说到这里 他猛地回过神 闭口不言了 但为时已晚 我冷笑道 省省吧 现在意识到已经太晚了 从你们潜入我的院子那一刻 直播已经开始了 现在全国人民都目睹了你们的好计策 惊不惊喜 床上传来怯怯的声音 妈 白鸽一身腱子肉暴露在众人面前 配合着心虚的表情 简直不能更有说服力 白蝶猛地看向我 是你 你陷害我们 我在心里冷笑 是啊 确实是我邀请众人配合我演戏 也是我将白鸽打晕 放在了我的房间 可那又如何 以德抱怨 何以报德 我还未说话 老导演已经抢仙道 你的意思是 余乐乐陷害你半夜前入他的房间 难不成是他逼你去的 洛川也道 陷害别人的人 是你自己吧 白总 我们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 你要害余乐乐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指责白蝶 白蝶理亏之下 哑口无言 热搜也已经被这件事刷屏 白蝶之前做过的脏事 烂事一桩桩一件件 都被挖了出来 公之于众 之前他带人砸我房间 攻击赤果果的视频 也被发到网上 还有热心网友 顺手挖了一下白有成 发现他跟我妈妈结婚在前 后来是离婚傍上了白家 谁是婚姻第三者 一目了然 好消息接踵而至 白总 乐川集团终止了与我们的合作 白总 股东纷纷要求您给个说法 白总 股价跳水了 白总 白蝶忍无可忍 够了 都给我闭嘴 他恶狠狠地看向我 企图拉我下水 就算都是我干的 又怎么样 于乐乐 你敢说你们想勾引洛川 洛川的粉丝数量庞大 他是想让我变成众矢之地 我还没说话 洛川连连白手 怎么可能 白蝶脸上 立刻出现得意的神情 你看 你倒贴都没人要 人家不稀罕你 洛川一脸看傻子的表情道 白总 你有病就赶紧去看 我是说 于乐乐大师怎么可能看上我 人家大师配大师 早就有心上人了 帅的嘞 在白蝶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破房子以一种超凡脱俗的姿态 款款登场 举手投足间 还真透着那么一股子掀起 众人客气地跟他打招呼 感慨道 不愧是大师级别的人物 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帅一点 只有我咬着牙把他拉过来 压低声音 我警告你 你不许再偷摸给自己整容了 正常人类不会一天一变 每天变帅的 破房子委委屈屈 可我觉得很好看啊 现在你要叫我法力无边 帅诈九天 人美心善的 有求闭屋大人散 临版本 我 在破房子的出现下 一切谣言不攻自破 白蝶不得不火速逃离现场 赶回去收拾白氏的烂摊子 只不过临走出现了一点小状况 白友诚 这么多年 我就是养条狗都养熟了 怎么着 这是看白家要出事 准备找下家了 白友诚理直气壮 白总请教我于友诚 当年是你逼迫我的 咱们好聚好散 白哥就留给你吧 在我心里 只有我女儿于乐乐 哦对 还有于乐乐的妈妈 当年你跟我妈离婚的时候 早就说过断绝妇女关系 现在到来装申请 说吧 我拉住破房子转身离开 留下白家三人组 在现场狗咬狗 21 接下来的半年里 可谓一个精彩 先是白家破产 公司清算 然后是白家三人 名声臭大街 听说白蝶和白友诚 最后没离成婚 每天相爱相杀 白哥高考落榜 只上了一个大砖 三个人每天挤在一个 不足20平的小房子里 互相指责 欠的债目测临死前 能还清吧 而我则是以高考 理科状元的头衔 去首都上大学了 当然 还有破房子3.0版本 啊不 现在是4.0版本了 他现在已经可以 随身空间的形态 将整座房子打包带走 随身携带了 只不过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破房子 你够了 我警告你不许再整容了 你没看刚才 帮洛川家看风水的时候 他一脸看渣女的表情看我 你就说你自己变得多离谱 人家都认不出你了 破房子 英英英 22 多年以后 我的生活呢叫一个充实 毕业之后 我进了国家研究所 专攻科学研究 毕竟逆天的技能 还是要服务于祖国 当然 我并没有明说 在众人的眼里 我只不过是个 平平无奇的天才少女 当然 破房子 金灿灿 赤果果 一直都陪在我身边 始终有一个人 对我有求必应 此生 何其有幸 全文完